放眼望过去一整片的百香果园相当壮观 但是近期气候不稳定 南投县普里镇大平顶地区的百香果 逢温差大吉多雨 导致不少果实出现空包蛋情形 行政院中部联合服务中心前执行厂菜培会 接获合成里农民的集体反应后 协助向中办陈勤 今天上午与农粮署中区分署 台中农改厂普里分厂相关人员现刊 并研议解决方案 今年梅雨威力不小造成农损灾情 而大平顶又是国内重要的百香果产区 农量署中区分署长姚世元表示 这几个月必须持续观察 记录灾损情形并拍照 向公所诉报 以便农民后续提出申请救助 其实百香果的那个 它在大平顶这边产期是大概六月中开始 那因为连日的豪雨的话 其实会影响到说 它受粉会不完全 然后就不容易灼果 那还有就是因为连续下雨的话 根系会受损 那根系受损的话 其实是它会影响到后来 会有个磁发性的 就是百香果的受损的情形 所以这个产量的话是会有受到影响的 这几天因为大雨的关系 然后导致那个百香果 它的水果的小朋友有水伤 然后落雨 造成它的花结不太出来 那蜜蜂也没有出来 受粉采蜜 那这在影响我们百香果它的产能 那整个大概的规模 大概五公顷左右 那其实产量是非常非常大 那也造成农民非常非常损失 事实上除了百香果以外 种植于温室的木瓜园 仍然躲不了降雨后 土壤积水导致根部病菌 引起的落果与烂果 经过台中农改厂评估勘查后 建议农民可以针对果树进行除菌作业 避免灾害几乎扩大 以上新闻由政生记者陈佑军林恩宇 在南投埔里的采访报导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